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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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 一千万 我的天 这也太有钱了吧 一千万像闹走完事得 惹不起惹不起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张琪和她老公开的公司市值才两千万左右 而十三出的价格已经是相等于他们公司市值一半 原来这小白脸真的是省好奇 哼 苏语青 还不是因为你什么胡好皮呢 长得好看了不起 老婆 人家出一千万 咱们还买不买 刚才不是说轻在荡产也要拔下来吗 买个屁买 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 回去好好经营公司 以后多赚点钱 不然把你雕子嘎了 是是 我听老婆的 恭喜这位先生获得白玉寿糖 你以后就是我们店的贵宾了 嗯 行 先放着吧 等我们有空回来呢 没问题 弟先生 如果你需要我们还可以送货上门 都逛累了 走吧 吃饭去 哎呦 奶茶喝多了 不行 我得先去吃吃 你们慢慢吃 老大 这人好像有点眼熟啊 卧槽 这人不就是之前抓捕的死民逃犯之一吗 老大 我跟上去看看 行 你去吧 不过要小心点 知道了 老大 叶梅 是她 难道这么快就回来报复了 诶 十三 你怎么了 没事 你先吃 我马上就回来 去哪了 单 碩了啊 到了 变态 你站住别跑 我要报пов快渣你 抱歉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阖人 你还敢狡辩 小文 你怎么了 déjà 这变态倒偷窎我 我没偷窥 哼 你刚才的行为不像是偷窥 但是更像是墙床与厕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对就是误会我在找人 哪有到这来找人的 你就是变态色狼 我要抱补快抓你 等一下小文啊 我们今天不能抱补快 你忘了明天还有重大面试了吗 对啊明天还要去万北集团面试呢 如果抱补快的话 那就得去局里路口够拿还有时间准备 再说这是要传出去对名声也不太好 行今天先放过你 等过了明天我再抱补快 你可别想跑 餐厅有监控 我会把证据全部调出来 哦随你变吧 叶梅到底去哪了 这个长廊连接的只有男女卫生间 如果她不在这里的话 难道去了男厕所 等等 不对她是不是故意离开自己 糟了 她到底要干嘛 你回来了 这位是我刚认识的朋友 原挺好的 雨晴 去帮我借杯饮料吧 哦好的 你厕所里面好看吗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是在向你表示诚意 你不会真以为我会光天化日之下对你的女人动手吧 如果忍弄你 我也离不开江北市 结果和上次一样 行 我相信你不是来报复了 说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是我想干什么 而是上面的大佬发话了 是他们想找你 郑重邀请十三先生加入赤红支线组织 请在三天之内拨打电话 754202.744 赤红支线一共有27位领袖 他们之中有石油大亨 有网络巨头 有商业巨鳄 当然 也有军火饭 和大毒销等 毫不夸张的说 这27个人掌控了全球50%财富 如果你选择加入 将会成为第28位 领袖们会帮助你身家超过万亿 不过在必要的时候 你也需要为他们提供一下便利 我今天的任务就这么多 另外私人提醒你一句 如果不加入的话 可能会引起他们不开心 报告非常严重 27个人掌管全球50%的财富 真的假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的确有点恐怖 哎 刚才那个小姐姐走了吗 啊 她走了 老大 人跟丢了 没事 不用管她了 走吧 我们回公司 我亲爱的老板 这些就是今天要命事的人了 这不是在女厕所的小文吗 这也太巧了吧 昨天还喊着自己是色狼 又报告快 今天就来应聘给自己当秘书 啊 万维董事长 和昨天的变态色狼一模一样 不会吧 不会真的是他吧 你好 江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糟了糟了 对 对不起 啊 你不是来面试的吗 道歉干什么 再说该道歉的是我 昨天真不是故意的 对 我今天是来面试的 啊 那你可别报补快抓我了 没有没有 我哪能报补快 之前肯定是个误会 丁秘书 不用面试了 全部录用 反正咱们家大业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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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